2018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AD正在發布 牙牛幾內亞首都末世畢剛舉行 台灣領袖代表張忠蒙 和夫人張祖芬 16號下午抵達 受到當地僑胞熱情歡迎 兩人稍事休息後 出席代表團舉辦的雙部長晚宴 我也願意致敬 我的誠實的歡迎 來致敬領導臺的領導臺 我們希望這次的第一位 APAD的經濟領導臺 會議會在北京的國內 我確定會有效果 完宴上南太平洋四有幫領袖 包括諾魯總統 索羅門群島總理 圖魯瓦總理和吉里巴斯駐斐激高專 都出席 力挺意味濃厚 今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總辯論中 諾魯 索羅門 圖魯瓦都曾為台灣發聲 張忠蒙歡迎友邦參加晚宴 表示這次出任領袖代表 深感榮幸 也體會到責任重大 我們會有兩次忙的日子 我們會有兩次忙的日子 在結束 我希望 再次感謝川普和川普總統 再次為了準備這個美麗的晚餐 我希望北海的領袖領袖 能夠幫助台灣與北海的領袖 張忠謀此行以總統代表身份 出席APEC領袖峰會 本屆APEC陣鋒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預定在年底正式生效 是台灣爭取加入發生的好時機 日前部長及年會落幕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正中代表出席 表示在場中已向CPTPP成員國 清楚傳達台灣的準備狀況和加入意願 台灣高標準的自由化獲得肯定